9月22号星期四 股票市场继续下跌 Dodgions跌了107点 收在30076 跌了0.35% SPY 跌了31点 收在3757 目前的support应该在3750左右 跌了0.84% NASDA 跌了153点 跌了1.37% 收在11060 分别跌0.35 0.80和1.37 这个月股市表现不太好 欧洲方面 英国-1.08 德国-1.84 法国-1.87 亚洲方面 日本-0.58% 香港恒生-1.61% 中国上海-0.88% 再来看一下 债券市场 债券市场 目前以美国来说 10年债券收在3.71% 涨了不少 涨了3.71% 加拿大3.12% 巴西-11.66% 墨西哥-9.29% 欧洲方面 德国-1.96% 法国-2.52% 荷兰-2.26% 瑞士-1.27% 亚洲方面 日本-0.22% 新加坡-3.22% 南韩-4% 印度-7.26% 那么美国的短期债券 也都剩了不少 以目前来看 Tradure bill 三个月已经到3.17% 六个月3.86% 一年4个% 两年4.12% 五年3.94% 十年3.71% 三十年3.64% 代表恐慌 和这个grade的指数 已经跌到29% 就有71% 看坏市场 这反而对市场来讲 是一个好事情 如果继续下跌 跌到80%以上 看坏市场 市场也就跌得差不多了 目前在70% 可能还会再跌一些 那么美元的指数 已经升到了111.26% 超过了110% 还超出去 所以美元对人民币 像是7.08% 人民币也开始贬值 冲破了7% 美元对日元142.4% 对欧元1.02% 欧元和日元追惨 大约跌了20几个% 人民币大约跌了10% 联邦的利息 现在去昨天加了 三个quarter以后 Federal已经在3到3.25% 一般的说法 它有可能会 一直上升到4到4.5%之间 比较悲观人认为 会到4.5% 乐观人认为是4% 目前我们的看法 就是4到4.5% 因此在11月12月的Federal Meeting 10月份没有修费 都会再继续加利息 这是一个比较 可能发展的方向 那么黄金 现在1679.5% 黄金跌破了1700块 是相对比较低点 这个小麦涨到了910.75% 这个冬天 欧洲还有很多 第三世界的小国家 可能都会有缺粮 或者是缺粮云的状况 这个冬天不好过 在目前的市场 投资人最主要的 要用劲场性来看待 市场其实每到10年12年 就会有一次大的波动 每一次的波动 通常都会持续 一年到两年之间 平均可能是18个月 不过投资市场 其实就像生活一样 每过一段时间 都是会有一些变动 都是会有一些灾难 并不是只有投资市场是如此 但是如果你把投资的原则 掌握以后 其实投资并没有这么复杂 也不要把他想得这么了不起 就是要用平常心去对待 那么投资的原则是什么 其实投资原则 第一个就是要有风险的观念 要懂得怎么去管理风险 在自己的资产配置上 一定要把这个risk的major 和risk management做好 做一个fully diverse fund的portfolio 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要有品质管制的观念 不要买乱七八糟的东西 如果买的是好东西 或者一些次数 即使跌下去 将来都还有机会反弹回来 如果是一个品质差的股票 有可能跌下去就永远不回头 另外一个就是投资的原则 其实就是低买高卖 然后长期持有 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在你的portfolio最重要的 除了风险管理 就是要多放一些保本的产品 而且在保本的原则下 有可能产生比较高的这个fixed return 这里面包括政府的债券 或者是mully 或者是iBond 或者是一些prefer start 目前固定利率已经到4%了 甚至有的已经到了4.65 4.7的状况 因此比前段时间CD和存钱 只拿了一两个% 甚至更低会好很多 当然现在CPI是8.3 还是很高的 因此4.5 4.7 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但至少比前段时间 完全利息会好一些 加上它没有风险 因此在资产配置上 可以考虑做一些配置 我是肖银翔 我来电话73-9883-888 谢谢